在刚刚结束的西部决赛中 马刺被雷霆逆转总比分2比4失利 这样的雷霆就首次晋级总决赛 连输三场马刺被逼入绝境 今天比赛一开始 马刺三巨头便早早开进了马力 虽然年轻的雷霆领袖维斯布伍克 上演了如此力道十足的战俯式暴扣引爆全场 但和他对位的法国跑车帕克却显得很冷静 他不声不响地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微少独立 突破后的小抛头 三分线外精紧的远头 利用速度突破雷霆整个防线后的打2加1成功 首截帕克更是砍下17分 马刺很快取得了两位数领先 而半场帕克还贡献了14助攻 在他的带动下 马刺的射手群上半场三分球便15投9中 其中杰克逊四投四中命中率100% 不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还是低泰华 杜兰特在运球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半场结束 雷霆48比63落后15分 第三节 雷霆再次展现出了前三场的攻防两面的侵略性 马刺进攻明显受阻 雷霆双哨则复活 带领雷霆单节打出32比18 仅以一分落后进入到最后一截 第四节 双方打得也很胶着 维斯布鲁克也在比赛中滑倒 此时一位老将扭转了场上惊恐的警示 他就是老鱼费蛇 冷静的三分和中投 让雷霆在最后时刻拉开了比分 比赛还没有结束 杜兰特就已经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和在场边的妈妈拥抱庆祝了 最终107比99雷霆战胜的马刺 总比分4比2 首次晋级美之兰总比赛 陈古老师家里也说 是